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 Power单字舒养力的第三课 Making Orders in Restaurants 在我们上课之前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第一课跟第二课的内容 第一课讲的是美食街的欢庆开幕 里面提供了很多优惠券 还有很多的折扣 第二课呢 讲的是Janice要去餐厅用餐 但是呢 她必须要先做预约 那那一课呢 我们就用英文来预约 那这一课讲的是 到餐厅之后 要如何用英文来点餐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学到 如何用英文来点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课的Lesson Plan 这课Lesson Plan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 都是Vocabulary跟Reading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Vocabulary Check 透过小游戏 来测试自己英文单字 有没有被熟 那我们现在讲单字一到十 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常考的单字 高频率单字 所以同学们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好 先看第一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跟老师一起念 Main Main Main指的是主要的 重要的 它是形容词 其实这个单字呢 同学们常常在英文考试的阅读测验 会看到 会有题目出现 What is the main idea? OK Main idea是主旨 这篇文章它的主旨是什么 所以main这个字呢 很重要哦 第二个单字 Dish Dish Dish呢 就是名词 只是菜肴 或是盘子 或是小碟子 第三个 Per Per Per就是指 介细词 美 或是美一 第四个单字 Brunch Brunch Brunch呢 它是名词 早午餐 那这个单字呢 其实它是由早餐跟午餐 Breakfast 还有Lunch 结合在一起来的 它把早餐的Breakfast BR拿来 还有Lunch 午餐的Lunch UNCH 结合在一起 所以就变成早午餐 Brunch 第五个单字 Daily Daily Daily呢 是副词 指的是每日的 或是日常的 那它也有形容词 形容词也是daily 那指的是每日的 或是日常的 好 第六个单字 Serve Serve是当作动词 供应 或是服务 那各位同学 服务的名词是什么呢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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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七个单字 Meal Meal Meal呢 就是名词的餐 像我们会说 一天吃三餐 就可以说 3 meals a day 好 3 meals a day 第八个单字 Except Except Except是介细词 除了点点点之外 好 第九个 tip tip这个字呢 就是指小费 或是诀窍 或是顶端 顶端的话就是一个东西的最上方 比如说mountain tip mountain tip就是山顶 那诀窍就可以指说 学英文的诀窍 学英文的诀窍 the tip to learning english 然后tip这个字呢 当作名词小费 比如说 给人家小费 它也可以当动词 提供人家小费 所以我们可以说tip somebody 好 好 第十个单字 require require require的话呢 是当作动词 需要或是要求 那require这个字呢 如果后面加上ment 就是指名词的需要 必要条件 requirement 好 那我们单字上完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阅读内容 那这一部分的阅读内容 它讲的是menu 菜单 好 这一颗的menu呢 它有分好几部分 这一个呢 叫第一个是steak meal steak meal steak这个就是指牛排的意思 所以steak meal 可能就是指排餐 ok排餐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说main dish main dish就是主要的菜肴 那所谓的主要菜肴 就是指所谓的主餐 ok主餐 那它这个主餐字 是什么东西呢 New York steak 纽约牛排 好 那各位同学 第二行的side dish side这个字呢 就是旁边的意思 所以side dish 我们就会翻成 附餐 那我们的主餐是牛排 那我们的附餐是什么呢 附餐就是onion and mushroom noodles onion就是洋葱 mushroom是香菇 所以是洋葱 蘑菇 面 beverage beverage这个单字呢 好像在第一个有出现 对不对 beverage就是指什么呢 对 没有错 饮料 好 那它提供的饮料是什么呢 beer or cocktail 他提供的是啤酒或是cocktail cocktail就是所谓的鸡尾酒 好 那它这个排餐呢 总共多少钱呢 6.99 per serving per 刚刚讲过是指美的意思 所以说每一份是699元 好 那第二个pasta meal pasta是什么 各位同学 对 pasta就是意大利面 好 那这个就是意大利面餐 那它的main dish 主餐是什么呢 ham and spinach spaghetti ham就是火腿 spinish就是所谓的菠菜 那spaghetti就是意大利面 所以它的主餐就是火腿 菠菜意大利面 那它提供了你什么的sauce sauce就是所谓的酱料 你可以选择tomato or cream tomato是番茄 creme就是可能鲜奶油 奶油酱 所以你可以选择 红酱或是白酱 番茄酱或是奶油酱 那这边也有出现side dish side dish 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 复餐 它给的复餐就是 french fries 薯条 那这边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dessert 各位同学 dessert是什么呢 dessert是甜点 它这边有附甜点 donut or ice cream 你可以选择甜甜圈或是冰淇淋 好 那pasta meal呢 它是一份是多少钱呢 299 好 它是每份299元 比排餐好便宜哦 好 再来呢 它还提供了brunch brunch是早午餐 好 那早午餐它的main dish 主餐是什么呢 pancakes and toast pancake就是我们所谓的松饼 ok 圆的那种松饼 and toast 还有吐司 那side dish 附餐提供的是什么呢 mashed potatoes and salad potatoes本身是什么意思 马铃薯 那mashed是什么意思 mashed呢 指的是 泥 ok 把它剁成泥状 所以mashed potatoes就是指马铃薯泥 好 那它除了马铃薯泥之外 它还提供了沙拉 那它也提供了dessert 甜点 那它的甜点是什么呢 fresh fruit 就是新鲜的水果 后面呢 它也特别著名了 fruits changed daily 好 这边的daily 就是附词每日的 在修饰前面的changed 每日都会去更改这些水果 所以都是新鲜的 brunch是多少钱呢 brunch呢 是每份250元 250 dollars per serving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行字 brunches only served from 10.30 to 2 on weekdays weekdays是什么意思 weekdays就是平日 星期一到星期五 那六日呢 就是weekend weekend 好 那brunch呢 只有在平日的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供应 所以呢 如果要吃brunch的话 只有在平日才能来吃 好 下面的注记 它说呢 all meals include soup of the day and salad except for brunch 所有的餐点呢 包括了当日的汤还有沙拉 除了brunch之外 所以换句话说brunch是没有办法提供汤或是沙拉 可是其他的牛排餐啊或是意大利餐呢 都会提供汤跟沙拉 还有第二点 no tip is required 好tip就是小费 我们不需要提供任何的小费哦 好所以来这边吃饭不需要提供它的小费 不用给它小费 好那我们reading部分已经上到这边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的单字 接下来是单字11到20 好一样红色的部分都是常考的单字 所以同学们这些单字要特别的背起来 好看第十一个单字 第十一个单字跟着老师一起念recommend recommend recommend是动词推荐或是建议 那各位同学你看它出现的年份非常的多 所以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那recommend是什么意思呢 recommend它是推荐什么东西或是建议什么东西 好那它也等于suggest suggest 那recommendation是它的名词 后面加上tion就变成名词 只是推荐或是建议 所以如果说推荐性 如果你们以后升大学的时候呢 需要老师帮你们写推荐性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这个推荐的名词recommendation 然后加上letter就变成推荐函 recommendation letter 好下一个字appetite appetite appetite就是指名词胃口或是食欲 ok 好那appetite它有名词appetizer appetiz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开胃菜 开胃菜 appetizer开胃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吃了之后呢 会增加你的胃口增加你的食欲 让你有appetite去吃东西 好所以appetizer就是开胃菜 好接下来第13个单词是diet diet diet是名词节食或是饮食 最常会看到的用法就是go on a diet go on a diet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减肥的意识 好减肥的意识 意思是个单词afraid afraid就是形容词指的是恐怕或是害怕的 那它还有其他的同义词 例如scared 害怕的恐惧的或是frightened 害怕的受惊的 好第15个单词perhaps perhaps perhaps是什么呢 是指或许可能 它是一个副词 那它相等于我们常听到的maybe maybe maybe是副词 也许可能或许 好第16个单词medium medium medium是形容词 指的是半熟的或是中等的 好如果我们在讲牛排的熟度 如果你去餐厅吃牛排的时候呢 你点牛排 那个服务生可能会问你说 你想要几分熟 那我们所谓的medium就是半分熟 就是五分熟半熟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全熟的话 我们就会说well done well done 那如果你只想要三分熟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medium rare 所以如果在讲牛排的熟度的话 medium就是指五分熟 那中等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譬如说你去外面买饮料的时候啊 可能会买中杯或是大杯 那中杯就会用m来表示 那这个m就是指medium 大就是用l large来表示 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衣服上面会常看到这个字 衣服就会分s small小的 m medium中的 或是l large大的 或是xl xl就是什么extra large特大号 所以medium这个字呢如果在指服装方面 他就是指中号的意思中等的 好第17个单字 until until也是介系词指的是直到 那until这个字呢他还蛮重要的 因为他除了在单字方面 常考之外呢他在文法上也是常常考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哦 好第18个单字taste taste是动词品尝 那taste这个字呢他也可以当作名词指的是味道 味觉或是品味 在某方面的品味我们可以说taste in something 在某一方面的品味 比如说你在服装方面有很好的品味 you have good taste in clothing 好第19个单字bill bill是名词指的是账单 那除了用bill这个字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check check这个字呢也可以指的是账单 好第20个单字enjoy enjoy enjoy呢就是动词的享受或是喜爱 这个字也是常常考 然后他其实不难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那他的用法呢要特别注意 enjoy喜爱什么东西 enjoy后面要加上名词 那如果你喜爱做什么事情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enjoy后面就要加上动词ing 这个非常重要哦 一定要背起来 好那我们单字已经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的reading 好第二部分reading就在讲making orders 开始要点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已经看了menu 看了菜单 接下来呢我们已经决定要吃什么了 我们现在要来做点餐的动作了 好waiter waiter就是服务生 他就说welcome to the steak kitchen here is your menu I'm Georg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ask me ok他就说 欢迎来到steak kitchen这个餐厅 steak kitchen是不是第二个有听过 Janice他订的餐厅就叫steak kitchen 对不对 好他说here is your menu 这个是你的菜单 I'm George 我是George 所以这个waiter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对George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feel free to ask me feel free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 哦不要感到不好意思 可以随时的问我任何的问题 好 好Janice他就说什么 他说thank you George what do you recommend 谢谢你George 请问一下你会推荐什么呢 推荐什么可以 给我们介绍什么餐点来点呢 然后这个时候George就说 well if you have a big appetite you can try the steak meal it is 21 ounces so you can eat it together 他说 如果你们有很大的胃口 你们吃东西很多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吃我们这个牛排餐 it is 21 ounces 这个it就是指前面的steak 牛排牛排呢 是21盎司 所以呢你们可以一起吃 因为21盎司 非常非常大的牛排 一个人可能吃不完 如果你们胃口够大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把它吃掉 然后Janice就说 oh my gosh I'm on a diet I'm afraid that I can't eat that much 他说oh my gosh oh my gosh 就是我们所谓中文 我的天哪 oh我的天哪 我现在在减肥 恐怕没有办法吃那么的多 然后Sharon就说 perhaps I could order the steak I can share it with John 可是Sharon他们没有在减肥哦 他说嗯 也许我可以来点这个牛排餐 而且可以跟John一起来分享 这个share也是在我们第一课单子有教过哦 和某人分享某物 share物with人 我可以和John来分享这个牛排 好George就说 of course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好这个是在美国 如果你点牛排的时候 最常会出现的这句话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当然咯 你的牛排想要几分熟 好 Sharon就说medium 嗯我要五分熟 and Janice 那Janice呢 你要点什么呢 Janice就说 can I have the brunch 那我可以点早午餐吗 George就说 I'm sorry but brunch is only served until 2pm 很抱歉 但是我们的早午餐 只供应到下午两点 好Janice就说 I see 各位同学 I see 我了解了 ok我懂了 then I will try the pasta meal 那么我来试试看这个意大利面餐 I think it will taste delicious 我想他一定会很美味很好吃 然后这个时候George就说 no problem 没问题 I will bring the bill after the meal bill 账单 after the meal meal是餐 所以他说 你们餐点结束之后呢 你们吃完餐之后呢 我就会把账单拿给你们 I hope you enjoy your meal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餐 刚刚我们讲过enjoy后面要加上名词 your meal就是名词 享受喜爱 真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喜爱享受你的餐点 好 那我们的阅读内容已经上完了 接下来就是单字测验 那同学们连结在下方 所以呢 你们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进去到游戏 然后去测试自己单字 有没有备手 那一样 power单字素养力就是 希望可以让学生能够有 the power to learn and succeed 有学习跟成功的力量 所以同学们你们要加油哦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